3月24号上午7点30分 一场FIFA友谊赛在阿根廷纪念碑体育场打响 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主场迎战巴拿马 这是阿根廷夺冠之后的首演 球王梅西冲击生涯800球 国家队100球两大里程碑 对全世界阿根廷球迷现场8万观众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 更是演唱会狂欢排队 比赛开打前4个小时 纪念碑体育场就开启狂欢 阿根廷网红DJ费尔帕拉西奥 LATY LAM组合 创作人费尔罗梅罗 探歌歌王阿瑞尔阿瑞迪特 都将线上表演 这些音乐人都在世界杯前 世界杯期间为阿根廷演唱出信 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然球王梅西和他的队友们 才是这个夜晚的主角 尤其是梅西 本场比赛有望实现两大里程碑 其一是足球生涯800球 在巴萨 巴黎圣日尔曼 阿根廷国家队 梅西1016次出场 打进799球 助攻353次 只需要再进一球 梅西就能够实现800球壮举 在世界杯夺冠之后的国家队首演 家乡父老面前 上演梅西800神迹 绝对是值得铭记的时刻 其二是国家队生涯100球 国家队172次出场 打进98球 梅西早已经是阿根廷历史出场王 射手王 每一场比赛 梅西都是创造历史 与巴拿马的热身赛 梅西若是没开二度 将成为国家队100球里程碑 全球国家队射手榜上 仅有C罗118球 阿里带一109球的进球破百 梅西有望成为第三人 本场热身赛 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 并未提前公布首发 《奥莱报》指出 阿根廷的首发基本确定 世界杯原班人马出战 据法国媒体RMC报道 梅西最近已经在两次训练中 与巴黎圣日尔曼主帅 加尔蒂发生争执 大巴黎的内意识管理 越来越失控 在上周二的训练课上 梅西提前结束训练 多家法媒爆料称 这是他对加尔蒂的训练 感到失望 而加尔蒂试图阻止魏果 对此 加尔蒂在上周末解释 梅西感觉到内收机不适 所以缩短了训练时间 但是据RMC爆料称 目击者证实 无论梅西内收机是否受伤 他都对加尔蒂提出了质疑 虽然大巴黎主帅提出的 一些训练课 是对进攻球员有利的 更有甚者 这已经不是梅西 第一次质疑加尔蒂了 几天之前的一堂训练课 加尔蒂想让已经完成 最后一次训练的球员们 在回更衣室之前 多做几分钟的练习 但梅西拒绝了 这也导致 其他希望继续的球员 也被迫终止训练 很多球迷都戏称 姆巴佩是母总 认为他在大巴里的权力过大 但是姆巴佩 从来没有公然质疑过主教练 反倒是梅西 在训练中与主帅发生争执 这似乎与他一向 谦逊低调的性格不符 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